来看今天的这个新闻焦点人物女性居多 中央大学的教授何春蕊 姓这个自主研究室是他的社团 那么另外呢 他在网路上连接了人寿胶的图片 对他来说姓没有什么不可以讨论 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到想象的 今天在言辞辩论庭上 何春蕊是这个熊变滔滔 批评检察官完全缺乏知识 把学术研究的网站当成色情的买卖对待 漠视性文化研究 根本是以落伍观念 打压学术自由 结束两个多小时法庭辩论 何春蕊笑着说终于出了口气 因为他在庭上滔滔不绝 痛批起诉他的检察官 缺乏知识用成见在办案 对于学术研究的无知 以及对于性的这些议题上的成见 所以使得他在判定什么是犯罪行为 什么是犯罪证据的时候 出现非常严重的错误 第五次开庭 何春蕊列出四点批评 他说色情图片对于性研究 就如同肿瘤切片 对于病理学家的意义一样 人寿教是学术不是色情 一个研究性的学者 要研究什么东西呢 难道不要去研究性的各种呈现方式吗 难道不要研究各式各样的文化资料吗 何春蕊还说 今年一定要出版动物链书籍 让过时的法律观念跟得上时代 但就如何春蕊所说 隔行如隔山 学术自由和法律角度 专业 认知都不同 连结人寿教网站引起轩然大波 全案六月二十五号上午宣判 大家都在期待 公正的司法会给什么答案 TVBS新闻王维飞顺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